公元226年正月 曹丕完成了人生的最后一次巡游 回到洛阳 此时他年仅40岁 继位才7年 谁也没想到 几个月后他便突然去世了 要知道 当时人们的平均寿命 大概都有三四十岁了 像曹丕这种自有权势的人 活个五六十岁完全不在话下 曹操都活了66岁 相比之下曹丕的40岁 实在是太短命了 但是知道了曹丕做的事情后 会发现能活到40岁都算奇迹了 那么曹丕都干了什么 曹丕身体本身就不好 曹丕的身体虽然不是属于弱不禁风 行的 但也是属于亚健康 行的 他很快就患有肺疾 当时因为生活环境 和卫生医疗条件所影响 生活在北方地区 患有肺病的人数不胜数 曹丕不幸就是其中的一个 作为曹操的儿子 按理说他应该有足够的条件 去医治废疾才对 然而曹丕却也是身在皇宫 身不由矣 为了争夺世子之位 曹丕一直隐匿病情 不敢让曹操知道这件事 他怕这个病情 会影响自己的夺敌之争 以至于错过了最佳治疗时机 关于曹丕的死 有这么一个说法 当时有一个很有名的相士 名叫朱建平 据说他无论是看相 还是算卦 结果都非常的准确 以此曹丕特意派人 将朱建平请到府上 让他给自己算一挂 看自己能够活多久 朱建平告诉曹丕 他可以活到八十岁 但是四十岁的时候 会有一个小劫难 如果度过去了 后面四十年就会非常顺畅 如果度不过去 那么他的寿命就止步于此了 虽然相面这事情 确实不靠谱 但是没办法 古人都信这个 因此曹丕在临近四十岁的时候 非常注意此事 日夜提防自己的这个劫难 可是他万万没想 这个劫难竟然是他自己 如果你知道 曹丕在继位之后 有多么乱来 就会惊叹 他能活到四十岁 简直是个奇迹 人们对曹丕的印象 往往都不怎么样 这主要是因为他小心眼 老想除掉曹职 后来又篡夺了 汉县帝的皇位 不过说实话 换成谁坐到曹丕的位置 都会这么做的 先说曹职 当时曹丕和曹职争夺储君之位 正所谓一山不容二虎 曹丕想要除掉曹职 没什么好奇怪的 看看康熙晚年九子夺敌 有多么惨烈 和他们一比 曹丕做的还算地道的了 至于汉县帝 自从董卓乱政以来 汉朝早已名存实亡 要不是曹操 他汉县的 早就已经成为一副枯骨了 曹丕只是 拿回原本就属于他的东西 有什么好指责的 事实上 曹丕此人 非常的勤于正事 虽然和朱元璋 这种加班狂魔没法比 但是也足以顽虐 当时的其他君臣了 他每天不仅要处理 海量的奏章 还要时刻为曹氏 江山设计而着想 如何恢复国力 如何稳固 皇族的地位 如何笼络打压 那些士族 这些事情都够他头疼的 而在处理奏章之余 他还要时常出巡 当然他出巡并非像乾隆皇帝那样 是为了玩乐 他是要了解民情 这样才能制定更加合理的国策 而基于这些调查 他制定了一套行之有效的策略 大力发展曹魏的农业和经济 使得曹魏越来越国富民强 将曹操在位使 常年征战所损耗的国力 都恢复了过来 此外他开创性地发明了 九品中政治 将地方权力收归 中央加强了中央集权 不过这也给他自己 添了一个大麻烦 那就是朝廷官员中的 士族成员越来越多 他们之间又互相不对付 曹丕需要花费不少功夫 来处理君臣关系 还有大臣之间的关系 而这些事情 都要耗费大量的心力 透支他的生命 你可以想象一下 一个人长期九九六 这么过上十几年 他的身体能好吗 很显然曹丕的勤勤 正得他的寿命不断缩短 不过他之所以只活到四十岁 主要还是因为他太会完了 对于曹丕来说 处理正事 那就是上班工作做完了 自然要好好的放松休息一番 问题就在于 曹丕放松休息的方法 很有点别致 首先 他颇为沉迷宠幸后宫家丽们 关于这一点 我们不用意外 毕竟他第一生 就这一个爱好 长期言传身教之下 曹丕自然得到了曹丕的真传 其实早在曹丕 二十一岁的时候 他便表现出了 在这方面的爱好 就在曹丕与关渡之战中 祭拜袁绍后不久 曹丕便大举进攻叶城 据说曹丕此举 便是为了当时身处叶城的真姬 真姬国色天香 当时有着落水女神的美誉 曹丕对于真姬 可谓是志在必得 可是他万万没想到的是 竟然被人截胡了 这人便是他的儿子曹丕 原来曹丕早就垂涎于真姬的美色 他知道一旦夜城被攻下 自己就没有机会了 为了真姬 他不惜得罪曹操 抢先一步将人给抢走 生米煮成熟饭 曹操虽然好这口 但是还是很注重形象的 他总不好意思和自己儿子抢女人 只得默许了曹丕与真姬的婚事 后来曹丕的后宫不断得到充实 郭女王 徐姬 殷贵人等 接连得到宠幸 是说《新语》中记载的一件事情 则更加让人震惊 有一次曹丕的母亲变太后 找她有事 结果当她进入曹丕房间的时候 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 她发现陪着曹丕饮酒作乐的 正是曹操以前的宾妃 原来就在曹操去世后不久 曹丕便将曹操的后宫 全盘接收了 我们都知道 由于曹操独特的爱好 她的后宫质量那是相当的高 而有着和曹操同样爱好的曹丕 将其后宫照单全收 既在意料之外 也在情理之中 那么问题来了 曹丕的后宫如此充实 她每天下班后会怎么打发时间呢 答案不言而喻 自然是找家人们倾倾我我 繁衍后代了 稍微有点常识的人都知道 这种事情做多了那是非常伤身体的 所以曹丕短命不是没有道理的 除此之外 曹丕在饮食方面也非常的不注意 曹丕在美食上的喜好 和现在的年轻人很相似 她特别喜欢吃甜食 曹丕曾经在诏书中直言不讳 南方有龙眼荔枝 宁比西国葡萄石蜜乎 意思就是南方的龙眼呀 荔枝呀 那都算不了什么 要论甜 他们能够喝葡萄 石蜜相提并论吗 我们都知道成熟的葡萄糖分极高 非常的甜 但是这甜中又带一丝酸味 让人吃起来欲罢不能 每到夏天 曹丕最喜欢的休息方式 便是躺在椅子上 让人将冰镇好的葡萄包给她 一颗颗的吃 这东西 她一次至少也要吃几十上百颗才作罢 至于食命 其实就是这糖的前身 在东汉时期 当时的人们便发现 从甘蔗中可以提炼出一种物质 其形状类似于现在的冰糖 像一块石头 而味道则和蜂蜜很相似 甜甜的 因此 古人将其命名为石蜜 不过石蜜 在当时属于西汉东西 产量非常低 即使是普通的达官贵人家里 也不一定见得到 但是曹丕就不一样了 他好歹是曹魏的皇帝 这石蜜在西汉 他也是吃得起的 自从第一次品尝石蜜之后 曹丕便为此物而疯狂 他吃东西的时候 总喜欢先沾一沾石蜜再吃 曹丕在和东吴往来的书信当中 甚至提到 他一年要食用石蜜五壶 这壶是古代剂量单位 一壶相当于现代的120斤 五壶就是600斤了 一年吃600斤糖 想想就可怕 正是由于长期食用葡萄 还有石蜜 使得曹丕的糖分摄入量远超常人 他不得糖尿病就奇怪了 事实上 曹丕本身就属于容易得糖尿病的人群 他的母亲变太后有一个侄子 名叫汴兰 据史书记载 此人患有肖可症 而肖可症正是古人对于糖尿病的称呼 由此可以看出 曹丕是有糖尿病家族使的 再加上他每天超标摄入糖分 他大概率也是患有糖尿病的 不过即使患上糖尿病 寿终正寝的人也大有人在 毕竟这种病可怕的是并发症 而不是糖尿病本身 但是曹丕工作太完命 工作之余又沉迷于后宫 大大的透支了生命 降低了抵抗力 到最后糖尿病病发症大爆发 即使是当时的御医也束手无策 这才造成了曹丕年仅40岁便去世 其实照他这种活法 活到40岁都算长的了 就算他30岁去世 我们也不会感到意外的 另外曹丕的儿子曹锐 在美色方面比曹丕更甚 比曹丕更短命 年仅36岁就一命呜呼了 这不能不说是曹氏三祖孙的通病 而曹氏三祖孙 也为好色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曹锐死后 让其年仅8岁的养子曹芳继位 而把极具野心和精通隐忍之手的 太尉司马懿 安排进了托孤大臣之列 隐患就此埋下 最终司马懿通过装病 骗过了大将军曹爽的提防之心 待时机成熟 依然发动了高平临政变 最终篡夺了曹魏政权 建立了属于司马家族的时代 习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